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全世界的科学家都一直以努力突破,对石墨烯材料的架构改进。 近日,来自美国堪塞斯大学的两位研究人员将石墨烯层和另外两种过度金属单层二维材料,二锡化木和二流化屋连接起来,从而延长了电子的生命周期,将石墨烯中的电子效能积发了数百倍。 这项工作的意义是可以推动高性能超薄和融性太阳能电池的开发。 超薄太阳能电池,对于电子和光电应用,太阳能电池将能量从阳光转化为电能。 石墨烯具有优异的电荷传输性能,电子以石墨速度的三十分之一的速度,在石墨烯中移动比其他材料快得多。 这表明石墨烯是可用于太阳能电池的,但是墨烯也有一个主要的缺点。 阻碍了这种应用,它的超短寿命,积发电子,只有大约一匹秒百万分之一秒。 石墨烯,研究团队的主要负责人赵昭教授和他的学生莱恩认为,电子就可以在材料中自由稳动,就像一群从座位上站起来的学生。 它们不再被约束在固定的位置上,所有充满活力的学生,都可以在教室里自由活动,就像电流一样。 但与此同时,以石墨烯为工作材料,实现太阳能电池高效率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释放的电子。 因为速度极快,并且石墨烯是典型的零带系材料,不能停下来,有强烈的智取能量和变得不动的倾向。 赵授教授说,电子仅在一批秒内保持自由,这对于积累大量的移动电子来说太短了。 换句话说,虽然石墨烯中的电子,可以通过光激发,而变得可移动,并且可以快速移动。 但它们只能保持移动太短的时间,来为电力做出贡献,一秒钟热度都很难保持,这是石墨烯的富有特性。 并且,已经成为将这种材料应用于光复或光明的一个很大的限制因素。 二流化屋,为了实现石墨烯太阳能电池的高效率,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三层材料,将单层二锡化木,MOS2,二流化屋,WS2和石墨烯叠放在一起。 我们可以把二流化木层和石墨烯层想象成两个满是电子的房间,而中间的WS2层则是分隔两个房间的走廊。 当光线照射时,MOS2层中的电子被释放出来,它们被允许穿过WS2层走廊进入石墨烯层,走廊作为缓冲带,以电电子将它们的座位留在MOS2,从而有助于光能转化成电流。 为了证明这个想法是有效的,研究人员使用超短激光耐冲0.1平秒来释放MOS2中的一些电子,通过使用另一个超短激光耐冲,它们能够在这些电子移动,到石墨烯时间测这些电子。 它们发现这些电子平均在约0.5平秒的走廊中移动,然后它们保持移动约400平秒,并单层石墨烯提高了400倍。 却有助于太阳能电池的高效矩电和放电,可折叠手机、石墨烯、二油画木和二细画木都是薄如产地的达层2A纳米材料。 所以将三者组合成三明质型的夹心结构,可用于制造非常薄、非常小、外观超透明装的太阳能电池面板,将光转化为电的型气高效又稳定。 同时科学家们认为,可以利用三种材料代谢的可调性,构造多节点层电池,进而易用于可折叠手机之类的电子设备。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感谢观看